Hello,大家好,我是莱莱爸 GoPro我入手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那么在这一个星期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有了一些自己的切身的感受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GoPro不愧是一台阳光机 也就是说在阳光非常充足的前提下 GoPro视频拍出来的效果也得好 大家看下面的样片 但是GoPro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它的感官组件并不是那个一英寸的 所以在低光线的表现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那么它的噪点就明显增多了 在视频画面的很多细节都丢失了 这次的GoPro9是在以前的那个防抖的那个功能上 Hyper Smooth已经升级到了3.0的版本 现在我是把Hyper Smooth关掉 对吗 我这时候路我走路的时候 我跑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缓动 现在是Hyper Smooth开着的情况下 这标准的Hyper Smooth开这里往下 我跑起来大家看一下画面是不是走动很厉害 我把Hyper Smooth开到最高 Super Hyper Smooth Boost Hyper Smooth 那么打开了增强的防抖模式的话 画面平稳的 像是用了稳定器一样 当然它的画面周边是有裁切的 使用的时候大家要小心斟酌 另外这次GoPro9又加入了水平线的锁定的功能 那么大家看下面这组画面 我用我的手将GoPro9有大幅度的换动 然而拍出来的画面却是雷达不动的平稳 而且稳稳的和水平线锁定在一起 另外GoPro在移动延视频的过程当中 可以将速度改变为长速 或者说是慢速 就是慢速这两种方式 这两种速度 这样就给我们的创作者增加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使画面更有了戏剧感 那么另外GoPro9 虽然它加大了电池容量30% 但是我在实际拍摄的使用的过程中 还会觉得电量耗费的还是蛮大的 可能是由于它因为前面又加了一块就是前面屏 那么有一些新的功能也会增加它的耗电量 那么我建议大家至少得备三块电池 这样才能满足一整天的拍摄的需要 我现在坐在Rosedale的边上的公园里 我现在再测试一下GoPro的声音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用了GoPro机器本身里面的声音在录音 那么周围呢 这边有一个马路 收水马龙的 那么后面是一个公园 还是蛮安静的 但是周围环境操声还是蛮大的 不知道我这个录音录出来的声音怎么样 我录出来的声音是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听得见 那么周围背景操声会不会被收进来 我现在对着马路这边想 那声音背景操声 会不会收进来很多一点 GoPro的声音呢 如果是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 它现在的收收到的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 非常清晰的 但是如果GoPro在户外 相对来说周边的那个环境声音是比较吵杂的 那么GoPro的那个指向功能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这就需要对这个声音有更高要求的人估计要在外加一个麦克风来用指向型的麦克风来收音 但是这就面对一个问题 现在GoPro如果你不买它的就是media套件就相当于就是媒体组件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连接外挂的那种麦克风指向型麦克风 那么这就是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它不像以前几代GoPro 如果你买它一个就是一个音频的线 那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副产的一些就是一些兔笼把它装起来 也可以组装成自己的一个就是DIY自己另外的媒体套件 这一点我觉得GoPro一点不厚道 它为了推广它自己的媒体的组件 把这个就是功能给暂时在软件上给阉割掉了 最后我们来吐槽一下GoPro的我这一周下使用下来我自己感觉到的一些明显的一些缺点 第一点就是它背面这个触摸屏虽然很大 但是它反应并不灵敏 经常我按了半天就是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手粗还是我的皮肤比较硬的原因 反正就是必须要按的很准很用力才会有效果 而且还经常会误操作误反应 真的是很烦人 我在想都已经到了2020年的GoPro你能不能换一块更好的屏给我们使用啊 所以说这一点是GoPro要要要要要吐槽一下 那么出现过另外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第二点我发觉莫名的出现过几次死机的现象 不知道是因为用机器过热还是其他的原因 那么我就把电池拔出来以后再插动重新开机以后就又好了 好 那么第三点我要吐槽一下就是GoPro的它的App 我是用的华为的那个Android手机 那么和和GoPro9的WiFi的连接稳定度非常不好 经常要掉线 那么预览的画面也是经常卡对 这个App用起来感觉就是说有点像鸡肋 就是说可用可不用 但是真的想用其实又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就是那么最后我要总结一下就GoPro9总体来说是一台不错的完成度非常高的一台运动相机 同时它又加入了一些video blog 创作者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前面屏 比如说它另外有那个媒体的组件 你可以到时候外挂一些比如说是外挂麦克风之类的这些功能 那么另外它也可以拍5K30帧 那个4K60帧 同时1080pk最高可以拍到240帧 所以它给创作者的创作空间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另外它的本身的那个光学的那个变焦又有好几档可以给你调整 有普通的有广角的有超广角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在拍拍摄video blog可以用到 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台相机来进行创作 所以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玩过运动相机的话 现在想第一入手一台运动相机来玩一玩的话 那么GoPro9确实是一台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拥有了GoPro8或者GoPro7 之前的运动相机那从我这一周使用下来的感觉看 其实你并没有必要马上就升级到GoPro9 因为毕竟GoPro9还是并没有说有非常大的那种突破 会给你特别惊喜的东西 并没有除了这前面有一个前面屏以外 大家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 Osmo Pocket第二代出来的时候 它有没有什么让你惊喜的地方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给我点赞分享和订阅 那么我们就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